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义博士水峰智慧讲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名字 为什么很多家长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 都是找专家来起呢? 一方面,自己没有那么专业的起名知识 二是希望通过专家能给孩子起到最好的名字 因为一个好的名字不但能给人留下好的印象 还会给自己,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婚姻上都能带来助理 好的名字会受到命运之神的格外垂丘 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 英国的巧合让人看得观止 一老师举个例子 在光绪三十年,就是一九零四年 清朝举行了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 三十三岁的刘春林入京参加会试 被清点为第一名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 事实上呢,他的排名本来是在考生朱鲁针的后面 但是因为呢,名字取得好 让齐史太后呢,相中一举的成为了状元 当时考官抢上去的考生名单中呢 朱鲁针的排名是第一名的 但是呢,齐史一看这个名字就不太喜欢了 真字让他想起了那个真妃 心里就有点发肚了 又看到姓朱,那是前朝皇帝的姓啊 心里呢,又打了一个折扣 然后呢,朱鲁针是广东人 更是让他想起 洪秀权,孙中山,康耀维这帮犯上作乱的人 那心中郁闷的不得了了 直接呢,就把朱鲁针的卷子放到了另外一边 等到翻开第二份卷子 A,名字叫做刘春林 其实呢,马上就提起了兴趣 一方面呢,刘春林的书法尊秀 文章正发 二是,名字特别的吉祥 含有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一啊 因为呢,那一年也是闹汉灾 春林呢,象征着雨水 所以呢,其实呢,觉得这是个吉祥 第三呢,他的习惯呢,是树林 也是岔和其须 苏清乱党,普天安宁 你看多好呀 就这样,在众多的因缘忌讳之下呢 刘春林呢,成为了当时的新科状元了 恐怕连他自己的未必想到 除了书法和文采 自己的姓名会这样的帮上了大忙 所以说呀,抛开以命运相连的神秘色彩 我们同样可以说 好的名字呢,可以带来好的运气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难免呢,要跟人打交道 在未见人之前呢,首先看到的是名字 一个有声响,有色彩 听起来呢,顺耳 叫起来呢,顺口的名字 往往呢,首先就能给人好感 并能引起关注 而大众的关注本身呢 就是一种机遇 也可以说是个人近身的坚实基石呀 那么,起好一个名字 需要注意哪些因素呢 接下来呢,易老师正来聊一下 这个宝宝、宝妈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了 第一个呢,起好一个名字 孩子的生意、时辰最为重要 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根据个人的五行喜记来起名 是确保姓名所具备的五行特点呢 能够符合孩子的命格 才能注意这个孩子呢 将来整体的运势发展 比如说啊,有孩子呢 命里是洗墓的 名字呢,就需要去补墓了 不过呢,有些洗墓的里面呢 洗的是乙墓,而不是假墓 这种情况可以在名字里面呢 用柳字啊,养字啊,银字啊,银字啊等等 而不是用眼、银、假这些 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天干洗墓,地质呢 是寂寞的 作为起名字有专家经验的人呢 应该细致地区分这些细节 才能给孩子起到最合适的名字 第二呢,名字的郁郁也要好 至于贵在寒序,不要锋芒毕露 比如说那些叫大富、大贵、大顺的人呢 叫这种名字的人呢 往往必必能获得富贵 也不怎么顺利 我们再来举一个好的例子 比如说,三国使用的张飞 字义德 义呢,是翅膀 张开翅膀飞起来的意思 义德代表左膀右臂 所以呢,成为了蜀国的公骨之称 第三呢,名字的谐音也要好 比如刘翔,要展翅飞翔之意 故要飞人之称啊 刘欢,走到哪里留下欢乐 所以呢,要助于他成为一个知名的歌唱家 总的来说啊,一个好的名字 字义呢,要吉祥 谐音呢,也要吉利 读音呢,要响亮、动听 尤其是男孩子的名字 叫起来呢,一定要朗朗上口 姓和名的关系呢,是十分的密切的 两者字形结构上呢,也要合理的搭配 这样呢,签名的时候才会好看啊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啊